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大家好 这个星期的报纪日 要向大家文中的诗句 笑话年文 听听年孙 笑话年文 听听年孙 这句话当然可以考虑一些 更沉重的意义 就是说 我尊重一听听 去教育没有一种东西的时候 一种年少的动作 一定会专心 尊重一心来考虑的观点 这句笑话对我们的提示 才是在我们去考虑的问题 台湾这句称议说 笑话年文 听听年孙 这个灰绿是说 开得很漂亮 爱灰的理想就能来教育 因为很爱笑这些灰绿 就算说 又是教育这个灰绿 对这个灰绿来提示 这些灰绿是很重要的 这些灰绿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是说 水人来说 青春老大人 真的要他自己的痴 那水到他的孙子 当然也会来他疼后 有的是疼孙子后 他又见到疼他自己的痴 这也是爱浮 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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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小的外然后大家都奇怪 他的孙子也很ід есте 他的错语 心情w稍然让他们重做时 面相丢的众门 看着 他的耳朵 人氣是黑暗 也都會接受 人都是鑑定的董事 無論是做人 或是做書 都會出現到鑑定中的經驗 這幾個 如果我們在一般的事情 來探訪你去臨修的威風 或是疼你的孫 其實這樣是一種嚴重 總統師傅 感情這款事 做了一個主連的歡迎 我們了解親情的關係 不止是一代 它可以生化幾代 今天你的生意 都會來這裡 謝謝大家 我們從來 我們到來 我會問你 我們要去訪問 你為了解 臨修 你為了解 你為了解